《週末期談》 又到星期六了 《週末期談》又跟大家見面了 《週末期談》 真的很快過的時間 沒錯 今天講一個比較 每個人都認識的 人物很文明 但今天這個題目很吊詭 如果你只聽這個題目 你真的想不到內容會講什麼 《拜賭石榴群》 大家聽過 不知道 被一個女生迷到 那個典故是怎麼出來的 我不知道 那《石榴群》以什麼顏色為主呢 你身為女性 從什麼時候開始 令到《石榴群》這麼文明呢 所以今天就是這個主題 《拜賭石榴群》 但為什麼會叫做奇譚呢 《石榴群》當然是女人穿的 沒有男人穿石榴群 一定有個人去 喜歡穿這條裙的女人 那女人不是普通人 如果普通女人 你穿什麼裙都不會有名 這條裙是一個不平衡的女人 但當時她穿的時候 就是平衡的女人 因為她死後不平衡 生前不平衡 所以就形成了《石榴群》的一個典故 還有她有首詩 作作是涉及這個《石榴群》 這個女人就是中國 第三個女皇帝 保德天 是最正統的女皇帝 很多人說中國 是只有一個女皇帝 其實不是有四個 第四個是 遼金的時候 西遼一個女皇帝 對上一個北魏 有一個女皇帝 但保德天第三個 都是最正統的女皇帝 那這條裙為什麼這麼詭畢呢 因為這條石榴群 現在還擺在法門寺 出土的時候在法門寺 法門寺就是陝西 在西安到陝西那個寶雞院 就是相傳說 已經找出了一個 《釋迦貿易法》的手指射利 在地宮出來的手指射利 在地宮出來的手指射利 包括這件 武則天罪的石榴群 都在我那裡發現的 那個佛手指出土的時候 那時候就跟我有關係 後期 就是中國的佛教會會長 趙國初先生 就找人通知我 他們重修法門寺 所以現在你們的法門寺 就看到我的名字在那裡 就收過地宮 就因為發現了 有佛祖的手指射利在那裡 所以就有一個 今天呢 又說到石榴群 石榴群 女人的一條群 因為他擺了一間廟裡 擺一間寺廟裡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又令人很多疑問在那裡 那大家看過很多電影 有講武則天的 我們如果講武則天的生平很瑣碎 講不到 因為區區這麼短的時間 我們只能夠講一些 有些世人 是沒有講到 比較是影響心願的 因為一個女人在中國唐朝的那個時候 更男輕女 當然 如果一個女人做到皇帝 真是不簡單 他除了他正式封皇十五年 他未封皇之前 瑞蓮天政呢 是三十年 就是總數呢 他管治了一個唐朝四十年 承接了一個精官之志 到他開圓盛世 他一個中英的人民 那他身平呢 他自己創了十幾個字 是他創造出來的 譬如他的名字叫武照 上面一個明白的明 下面一個胸 胸白的胸 兩個字合起來呢 叫做戰字 總數有十九個字 他將那個皇帝玉洗 那個洗字呢 用那個洗字和死字同音 不好聽 那你改了一個叫寶 就不叫玉殺 叫寶就不叫灑 還有其他十幾個字 大家上網呢 就可以慢慢點上 這個他一個 另外 最厲害呢 在那些小說呀 做戲中很少提及的 保釋天的書法很漂亮的 很少人真的會想到 他的寶法這麼漂亮 格尖 就不叫他 他被陷阱 那要是個帝國人 他就說就不叫他 他被陷阱 這把他露出來 都沒有了 他被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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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是 那是 他被陷阱 那是 他被陷阱 後 他被陷阱 感谢观看